本来要坐飞机了 但是我再想一想 他那一天法会 他亲自跑到三楼来请我 法会他也来 好吧 我就勉强自己去 请我们战役法师 我说我们去就好了 不要干扰大家 因为大家要准备行李 所以一去他很高兴 所以当天晚上 他又故意跑来跟我们吃饭 结果昨天中午 舍爆了 很快吧 因为老实说了 他为什么会停下来 因为他已经 社护腺癌第三期 已经医得差不多比较好了 他跟我说 师父我知道了 这个太苦了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 邪淫多嘛 他也老实了 我也帮他查 邪淫多嘛 所以 社护腺癌 所以他现在准备要 好好修行了 他跟我说 他老婆就骂他 你要修行修行 干嘛把佛堂放在顶楼 爬不爬 爬不上去 结果他老婆在旁边吃饭 晚上我还跟他说 你在楼下就 摆一个佛像 也可以摆 有时候爬不上去 师父没问题 没问题 你那天爬 我不是爬的吗 他意志力很坚强 但是 那天 本来我要去新加坡 他还准备去了 所以 昨天 不知道去哪里 突然心脏不舒服 心脏不舒服 也没有很痛苦 就到医院 进医院五分钟 就舍爆了 断起了 他家里还不知道会处理 因为三个儿子都不是佛教徒 太太也不会 我呢 我来办 这是我跟他的缘吧 所以 所以他看到我很高兴 当然 我也有这样回想 我知道他摄物线第三期了 反正 现在再来老了 癌症也不见得会好 我祈愿他 这是我的孝顺 赶快走 要么就好起来 要么就赶快走 因为再来就是 儿女也不是佛教徒 太太也每天念念念 又有钱 所以来 法会功德 回向 林福双先生 往生净土 恩阿弘 趁愿再来 回向 陈永福先生 品味高升 那在陈永福是谁啊 前天我们去 河墓 他家里 硬要我去 那边跟他拜拜 我还是没去 因为我去过了 后来我们安妮去了 我只是告诉各位 所有众生都跟你有缘 都做过你 对你有恩的人 所以那一天我还特别滴水功德请他家里 因为我要赶车回来 没办法去 但是我滴水功德 请他太太来做 请他儿子 他们都很高兴 所以我们每次 亚家的办法会 都是他太太来插话 等等等等 那当然这些都是 因缘 所以我这样说 我只能告诉各位 生命无常 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你不要想得太远 房子怎么办 贷款怎么办 因为短期出家的目的是 出离心 放下 所以各位 这个地方好不好住啊 你要想说 我不回去了 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说 我不回来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去极乐世界不是逃避啊 我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利益众生了 不会再结婚了 不会再赚钱了 不会再发脾气了 我就可以回来展现生命的意义 大慈大悲了 所以我这次还请了很多 法师特别我们几位安妮 人家都十一岁就出家 你十一岁在干嘛 你去问问他们 法师你为什么十一岁要出家 你看到他要拜 你现在生了十一岁的孙子 但是那为什么还在这个世间 不知道方向 所以人要去思维 不断的去想这些道理 让你自己的内心改变 所以我叫八正道 叫正见正思维 首先你要知道 知道以后你要去想 所以才产生了行为意志 正于正月正命正念正定 这根鸟想得很清楚 如果你没有想得很清楚 可能你要想再赚一点 再赚一点 再赚一点给子孙 所以 但是对佛法 它只是一个信仰 那就好可惜 佛教师 念一下信仰 智慧 慈悲 由了信仰 那要去了解 而产生了真正的悲心 把信仰会变成信愿 所以我一定要成佛 所以也一定要让父母众生成佛 那这一点一定要抓到 所以我想大家都受过菩萨戒 很多都受过菩萨戒 但是不见得能够展现出 菩萨的威仪 恨怨 这是比较可惜的 那对我来讲 我压力就比较大 因为我这个人不想混 所以 我看到别人 就这样一天过一天 哎呀 我心里急得像蚂蚁啊 哪一天又得癌症 又来叫我超度了 所以问题是超度也不是 你现在不超度 等到那个时候意义也不大 所以 时时刻刻都要超度自己 最好的方法就要印光大师 把死放在头上 随时都会死的 所以各位这几天可以观修一下 死亡 你现在就要死了 所以等一下我要请他们送几个网生背上来 昨天冷不冷啊 好像毛巾不够 加盖网生背 所以你要观修一下死亡 你盖你就有感觉 因为那个有加持 所以要知道 我随时会死 那你到底现在你要忙什么 还在喂什么 所以 你爱对方 我爱我儿子啊 那你更要成佛 你现在给他多少钱 意义不大 所以释迦牟尼佛回家的时候 去度他家人 他的太太就要 叫佛陀的儿子 去跟你爸爸要财产 这意思是说 叫他负起爸爸的责任 最好他留在皇宫 做皇帝 对不对 因为 那罗后罗将来才可以做皇帝啊 跟你爸爸要财产 那佛陀就把罗后罗带在后面 问他 而且请摄利佛帮他剃头 出家了 当然进犯王就来抗议 但是 佛陀跟儿子说 我给你最好的财产 就是解脱 佛法的经要 所以乃至最后成佛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负责任的爸爸 你给他十个博士 你给他去几个太太 几个洋房 几个成就 那不是 那就挖个洞叫他跳 这样而已 让他有成就感 让他满足于世间的漂亮 成就 这不是 推到苦海吗 这一点各位你要先说 我现在讲这个 跟你的想法有没有冲突 那所以你要去思维 了解了 你要好好思维 信解行政 首先你要相信 了解 实践 终于你 安住的 开悟了 体振到这个道理 所以释迦牟尼佛一切都做给我们看 那各位这几天打坐也要打坐 思维 所以佛陀出家到涅槃 那是佛陀过去本身的累劫的修行 一直到投胎做 护名菩萨 再补处菩萨 放天劝情 思维五种因缘 什么时候来投胎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度种神 佛陀累世早就成佛了 所以事实上佛陀是法身 毕如真那佛的硬化而已 所以叫法身报身硬化 那你要一直去思维 佛陀的过去 现在 未来 然后归佛 那就要让自己 按照佛陀的思想 那这佛陀告诉我们 要事佛 阿弥陀佛 事实上 我的想法 阿弥陀佛 要事如来 都是阿弥陀佛 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显现 都是法身毕如真那佛 也叫本出佛也好 他们做各种的视线 包括地藏菩萨 包括莲花生大事 所以有一个讲法 佛陀涅槃以后八年 然后莲花生大事从佛陀的心间显现出来 带着 但是莲花生大事又是阿弥陀佛的意显现 所以原来阿弥陀佛的意 跟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心就是意显现 所以莲花生大事 基本上阿弥陀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是同一尊的 但无论如何 这些 我们不能光听讲 各位要正道这个道理 你什么时候正道这个道理 你成佛你就正道这个道理 你就了解一切 所以我们现在也不急的 去告诉人家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有时候嘴巴要说法 要有很大的能量 往往有时候会有分别的时候 你哪一天会知道 哎呦我讲错了 所以在这一点 一定要要求自己达到这个状态 不然就要好好的祈求诸佛菩萨 讲每一句话 行为都是在诸佛菩萨加持的状态 才去说 才去想 才去做 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修行 一心念佛 记住啊 念阿弥陀佛 跟你的人格像不像阿弥陀佛 这个非常重要 有些人虽然叫人家念阿弥陀佛 个性很固执的 个性很刁砖的 个性很怎么样的 这样并不能帮助阿弥陀佛 反而会伤害到阿弥陀佛的功德 所以在这一点 那怎么办 那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圆满佛性 所以要很虔诚的祈求 阿弥陀佛的加持 讲每一句话都 每一个眼神 每一个心念都不能够离开 阿弥陀佛的加持 这个叫念佛三昧 也希望各位这几天 你喜欢念阿弥陀佛 你喜欢念观音菩萨 你喜欢念阿弥陀佛 要是佛都可以 你要保持这个身口意 跟佛相应 密宗教跟本尊相应 本尊相应 所以 只是我喜欢慢一点 不要快一点 我发觉修仪鬼 念很快啊 然后 他相应的 几率不大 那变成一种 在念的时候相应 一下课就忘了 你可以把阿弥陀佛念慢一点 不要说我念几遍 因为身口意 都像阿弥陀佛一样 在利益众生 那要慢慢的慢慢的 去改变自己 那你唯有如此 你的个性 才会有真实的改变 那当然念三归一 目的是说你的发心 这个归一是你的动机为主 我要 我要受短期出家七天 我要受菩萨戒 我要出家 乃至你发这个愿 但是有时候因缘还不成熟 但至少你这个愿 从在念三归一的时候 已经发了这个愿 那你就会得到这个戒体 归一的意思 写得非常好 性觉灵敏 急躁增长 这就是我们皈依的本体 我们的自信 是在一个圆满觉悟的状态 显现出来就像光阳灵明 所以灵就是灵感了解 观音菩萨灵感 明就是彻置一切 就像镜子干净 急躁增长 急是平静 躁是了解一切 急是智慧 躁是慈悲 增长是永恒不变的 我们的自信佛性 那这八个字 你圆满了就是成佛了 但是我们归一 就是要找到这个 昔弥金物 露堂堂 过去我们在苦海里面 探生吃弥 今天我们透过归一 就找到那个点 各位注意注意 就是比如说 有一千条路 只有一条路 可以到那边 其他路都会摔死 那你只能走这条路 以前我们走了很多路 躲到地狱 躲到恶鬼道 又来投胎做人 又结婚 又生小孩 现在你只有一条路 这条路 那就是菩提道 所以通过归一 你终于了解了 显露出来 躺着